睡覺的時候水晶不要放那麼近 睡得不好就不要過來找我找原因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我每天會準時12點和你見面 有位粉絲問Peter Sir我買了水晶回到家 我放在一個地方 之後令到我夢很多 甚至於夢裡的景象很累很煩惱 令到我不知怎樣走 就變成他不敢帶了 其實我想跟大家講講 我問這位粉絲 原來他的水晶軸放在頭附近 打算接近手鏈放上去充電 又或者有些粉絲也是 他把烈木令水晶 我之前有講過的 他裡面是有信息的 也是高頻的水晶 他也是放在頭部的旁邊 打算可以令到他有好的能量 大家記住 錯錯錯錯 為什麼呢 烈木令亞水晶有信息在這裏 他會把信息發射到你的頭部裏面 令到你會產生很多的想像 到了水晶座 水晶座也是一支支插著的 如果你是放在頭部裏面 有影響 為什麼呢 他令你的睡眠質素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能量發送到你的頭部 所以大家要記住 不要說我害怕了 我不敢再帶了 那就真的浪費了 你只要很容易離你的頭部 遠一點 這樣馬上就不會產生 剛才所說的現象 你可能就會睡得好 睡得柔和 就不關水晶的事 大家記住 不要那麼近離遠一點 一覺好眠